除了育种之外 有没有别的办法 让你的作物的品种 或作物的品质变好 不一定要通过育种 像台湾就很厉害 品种是普通的品种 可是我通过我栽培方式 让它的品质变好 例如第一个例子 高阶梨 好我解释一下它的背景 有一个梨的品种叫横山梨 又叫低海拔梨 就是所谓的粗梨 你们可能没吃过 我小时候那个粗梨好大颗 一咬哦好硬 就是有些小孩吃吃还会流血 太硬了 刮到牙影 那这个横山梨 就是低海拔梨 很好种 渐生渐养很好种 但是梨不好吃 这是有另外一群梨 叫高新世纪梨 新新梨或是风水梨 是来自于日本来的 高海拔 喜欢在低温的环境生长 哦那个梨就好好吃哦 可是在台湾很温暖潮湿啊 种不起来 所以只能种在高山 就是梨山 好吧 高海拔种 很难种成本高 虽然很好吃 但是种植的技术层面高 容易养死 而且对环境有要求 成本会变高 那就有人想到 为什么不把梨核在一起呢 我在平地的低海拔梨 插了高海拔梨的枝条 让高海拔梨的枝条 开花结果 结出高海拔梨 但它的金 它的根 是低海拔梨的金与根 这就是高阶梨这样的技术 当时发展这个技术人是谁呢 台中东市农友张龙生 所以他被誉为高阶梨之父 台中县已经没了 打扎扎 现在已经县市合并升格了 东市 所以在国内 东市是高阶梨的重大出生产地 对不对 你们路过台中东市 它的高阶梨有名 因为台湾的高阶梨 是在那边出来的 但现在呢 你去宜兰也买得到 另外的高阶梨 宜兰的三星香 除了三星上将梨 也是高阶梨 品质都不错 所以你现在要吃到出梨 已经没机会了 因为现在梨品种 这个梨的品质都很好 它不是特别育种出来的新品种 而是旧品种 用嫁接技术来弄的 其实这样的技术 在国内非常多 你们吃的苦瓜是嫁接来的 所以才那么好品质 而且好重 因为以前不管很能重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种植方式 黑珍珠 莲雾 它不是新品种 它是用旧品种 用特殊的种植方式 种出高甜度的 另外 玉盒包 玉盒包是旧品种 为什么现在玉盒包好贵 很好吃 栽培技术 所以国内的农民 除了品种可以预种出来之外 我连栽种技术都可以突破 所以有个人会来学 这是高阶梨的例子 我们看照片吧 你把低海拔的梨切一刀 看还有特殊的工具 切了之后 把高海拔的梨插进来 这个高海拔的梨的枝条 有可能来自于梨山 有可能直接从日本进口 就是高品质的梨 但是它平地种不出来 所以只好插在上面 然后就把它包好 甚至有些药剂或一些处理方式 处理它愈合起来 好那各位看这几张照片 愈合好开花了 开花就结果了 好以上 这四张照片是我拍的 当时特别去东市 去采样 去采集资料 好